4月24日下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于震申 会见主办第四届两岸及香港经济日报财经高峰论坛 部分代表时的讲话要点 大陆台湾香港三家经济日报 每年搞一次论坛 讨论有关经济领域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对两岸的经济发展 对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合作 都有很多很好的建议和意见 希望这个论坛能够办好 论坛研究的是经济问题 但是经济和政治是不可分的 两岸的和平发展是有前提的 九二共识是前提 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合作 多年以来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 两岸的经济合作 有了非常大的发展 得益于我们现在建立的这么一个政治基础 我们应该巩固它 另外希望大家共同把经济政策研究好 解读好 经济政策直接关系到民生和老百姓息息相关 但是经济政策如果不为百姓所理解 我们去执行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希望经济界的朋友们在研究经济问题的同时 能够把经济政策解读好 让百姓们真正感到正确的经济路线的执行 经济政策的执行 与他们的未来利益是息息相关的 海峡两岸也好 香港也好 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中华民族的伟大福星 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愿望 中华民族的伟大福星 需要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 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每个人的充分发展 这些与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 因此大家研究经济问题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在践行 中华民族伟大福星的历史责任 希望出席三经论坛的各位朋友 意识到自己的重担和责任 为中华民族伟大福星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预祝论坛圆满成功 4月23日下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其宝 会见主办第四届 两岸和香港经济日报财经高峰论坛的 三家经济日报负责人时的谈话要点 三家经济日报联合主办的 两岸及香港经济日报财经高峰论坛 已经成为两岸三地媒体交流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连续三届都办得很成功 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当前国际经济前景仍然不明朗 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存在 金融市场的变化也在加剧 在这个背景下 你们三家经济日报 利用财经高峰论坛这个平台 邀请有时之士 商讨两岸及香港的金融合作问题很有意义 希望论坛有比较大的收获 前几天我们刚刚公布了一季度的经济数据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经济增长比较平稳 经济结构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各项改革正在顺利向前推进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 将会激发出更大的发展活力 因此今后一个时期 中国的经济不仅可以继续保持一个中高速的发展 而且具备持续发展的多种动力 对经济的发展前景 我们充满信心 三家经济日报同名同姓 亲上加亲 希望你们继续深化合作 并且不断开辟新的领域 进一步推动两岸三地之间经贸和人文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大陆台湾香港的繁荣发展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滋养 媒体既是文化的传播者 同时也是文化的创造者 希望三家经济日报 在推动交流合作的过程中 坚持弘扬中华文化 共同协作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福星的中国梦 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心住院论坛 取得圆满成功